大家好,我现在在河北省宝庭市满城区 我前面就是满城汉墓 前面这座山就是灵山 满城汉墓就坐落在这座山的山顶上 这个偏山顶的位置 满城汉墓这个景区的 这个地方是停车场 停车场,五块钱不限时 停车费是五块钱不限时 这就是满城汉墓 景区门口 票我已经买了 这个我买的是通票 通票是75 满城汉墓的通票 75 它的通票包括这个上面的两个墓 然后门票 门票是十块钱 上面两个墓如果单买的话是 好像是40亿张 通票一共是75 我们现在就拿着门票 从这个入口处进入景区 好我先暂停一下 入到景区里边了 进门以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导览图 景区导览图 这里 有这样汉流胜的诗文 这是景区的一个导览图 我给大家定格一下 大家可以暂停看 好 我们继续往里走 这儿呢 有一个大石头上面写着长信公园 长信公园 这个公园的名字肯定是由汉木出土的长信公灯的名字得来的 我给大家扫一下这个移进门的这个景区的位置 这就是移进门的样子 在这儿应该能大概看到汉木的这个位置 汉木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我指的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流胜的墓 然后这边是这个豆瓣的墓 好 我先暂停一下 我看看怎么上去 稍等 这里有一个 这个 这里是文木覆 汉流胜 流胜的一个文木覆 上面是这个 在石头上刻的 这里是这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满城汉木 有这样的一个背 好 我先暂停一下 我看看怎么上去 是这个坐缆车 还是说 走上去 我研究一下 好 暂停一下 我在山脚下这个长信公园 然后向着山脚下的方向走 然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指引牌 给大家拍一下 大家如果来的话 可以知道这山脚下都是有什么 左边是步行上山 参观汉木 有一个文物精品馆 右边是景区出口 静王广场 游客中心 停车场 然后这个方向 向指向山脚下的地方 有一个乘坐索道参观汉木 还有长信园 还有卫生键 好 我给大家拍一下指引牌 就是好 这个方向我再继续向着这个山脚下走 看看所到在什么地方 好 我先暂停一下 这里就是这个长信公园 这里 山脚下就是长信公园 好 我先暂停一下 这里有长信园的一个简介 这里有这个一个长信公园的一个雕塑 很多人在这拍照 长信公园是非常有名的 长信公园 我在正面给大家拍一下 好 我们这样走 我先暂停一下 大家好 走到这个地方 就是上山的这个台阶了 这是上山的这个台阶路 很多人就是在这 在上山 也有坐索道的 从这上去 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坐索道的 我决定坐索道上去 好 我们上去看看 这里就是到了这个索道的这个售标处了 这里有一个索道简介 时间于1992年 2012年全面升级改造 速度是一米每秒 乘坐时间九分半钟 全差590米 高差145米 实际上这个山不高 要是不着急的话呢 身体好 可以这个 步行上去 好 我们现在上去买票 我进去买票 暂停一下 这里有一个购票须知 全程50 单程35 有营业时间 大家自己看 这是这个乘客上下 注意事项 这里有一个这个 满城汉墓景区导览图 这是 沿着索道上去 沿着索道上去 右边 一个是金王墓 一个是豆瓣墓 然后在山顶上 还有一个 普渡寺 好 我们先坐索道上去 看看 我去买票 我暂停一下 好了朋友们 我已经在这个缆车里面了 这个 买票的时候出了点小插曲 还差点上不来了 因为这个 我刚买票的时候 刚要把票给我 这个缆车就给停了 然后那个收票员说 山上再给这个缆车加油 再维护 什么时候这个 再开 也不知道时间 说你要着急的话 你就步行上山 我说那我等会儿吧 我说这个一般多长时间 可以恢复啊 他们说这个 没准 有的时候半天都恢复不了 我刚要等 然后我说等 大概五六分钟 他要恢复我就买 他要不恢复我就不行了 因为他恢复时间不一定 然后结果 哎 缆车又恢复运行了 加油 这次加油还挺快 收票员说 你很幸运 谢谢啊 我现在就在这个 缆车上面了啊 实际上这个山 我刚才看这个介绍 是145米啊 我问了一下 那个缆车的这个售票员 如果要是步行 上来的话 是20多分钟啊 也很快 坐缆车的话 是这个 九分半钟 实际上 刚刚才快一倍啊 他这个缆车速度并不快 现在我这个镜头的方向 有点是 这个逆光的方向 正好太阳这会儿 我要这个方向拍 是逆光的方向 拍山顶 我可以这样 拍这个后面啊 后面正好不逆光 我给大家拍一下啊 我一会儿上去 再单独拍这个两个幕啊 这个基本上 今天没什么人 坐这个缆车 这会儿 因为是这个中午 偏下午一点点啊 然后我看门口进来的 游人还多一点 上午的时候 这个游人非常少啊 这会儿我看 停下了几辆旅游大巴 还进来了一些人 大部分人 因为这个山不高啊 大部分人还是采用这个 步行上山的方式啊 他们可以边走边 边玩啊 我因为去的地方非常多了 再加上这个季节 很多树啊 还没有发芽 再过一个多月 这个华北地区 很多树就开始发芽了 那个时候步行上山的话 我感觉山路应该是很漂亮 这会儿有点陡啊 这会儿有点陡啊 刚才是很平稳的一段 我现在这会儿有点陡 刚才很平稳了一段 这会儿是有点陡 直着往高处走 下面远处 就是这个以前的满城县县城啊 现在是保定满城区 这边是侧面 它这个缆车的玻璃 不是很干净啊 我尽量找干净的地方给大家拍啊 脏的地方它会拍的不是很清楚 这山就是这个石头山 这一块还是挺高的 这个缆车空间很小啊 这个缆车比以前我坐的那种大缆车要小很多 整个空间就是这样 然后左边一个门 右边一个门 我刚刚进这个缆车的时候 那个女服务员还跟我开玩笑说 这个敢不敢开着门上去啊 因为这个缆车很小 到这个位置 这个驴山脚下还是很很深的啊 如果开着门的话 会有极大的这个不安全感啊 我是不敢 因为这两个门离我太近了 我现在坐在这个缆车的正中间 它左边就是一个门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门 如果开着的话 这是还是很害怕的啊 因为这个门如果开着 它下面是直接落落到地的 落落地的这种门 一点护栏都没有 两侧 这个还是很怕掉下去的啊 这边就是一个门 这会高度要高多了 远处的是满城县县城的方向 远处有两个大烟囱 那是热电厂 这就是缆车的 这个缆道 缆车的车厢 在循环这样走 这个灵山分座 这个南风和北风 有一座南风 有一座北风 然后中间的这一块 这个牧师所在的这一块 叫这个主风 在这个缆车上 在这个缆车上可以看到 那样的一条 这个类似于滑道的东西 我一会儿看看是什么 就这样看到呗 这样一条下山的这样的一条 不知道是不是一条滑道 我隐约看到像一条下山的滑道 一会儿我看看 这里看得清楚 这就是下山的一个滑道 这会儿拍这个满城的城区 更清楚一些了 这就是满城的城区 这个索道 往返是这个50啊 单程是35 我买的单程的 我看一会儿是走下去 还是坐那个滑道滑下去 我一会儿看一下 前面就到了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这个 木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木的方向 我先下了这个 我先下了这个缆车 我先下了缆车 然后一会儿在这个 单独给大家拍这个 木啊 这里有服务人员在等待啊 非常好 好 你好 从这儿出是吧 好 谢谢 这儿一样有一个汉姆警区刀烂图 好 我现在就出去 它这儿写着下台阶建平路 左转直行 这样 你好 我问一下 是从这个方向走吧 是往这边走吧 往这边走 好 好 我这样就到了这个山顶 我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拍一下这个满城 县城啊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再看看啊 有树挡着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这个位置非常棒 这就是上山的台阶啊 上山的台阶 上山路就是这样上来 给大家扫一下 这是缆车 缆道 然后这个山脚巷 就是满城的城区 给大家拍一下 今天风不小 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把这个风的声音给拍上 风还是挺大的 大概有个五六级 好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吧 我现在去拍这个 汉幕 好 在这个方向过去 就是汉幕 谢谢大家